我们知道中国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国家大概有15个 那么2000年以后大概是这个2003年 外交部的这个网站上把这个西津拿掉了 默认了印度对西津的占领 那么现在陆地接壤的国家呢只剩下14个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应该这样说 北方我们与这个朝鲜接壤 与这个俄罗斯接壤 当然了我们的正北方 还有一个蒙古 这几个国家呢跟我们关系都比较复杂 那么西北与独联体的三个斯坦接壤 其实中亚一共有六个斯坦 那么独联体有五个 其中有三个跟我们接壤 就是说那个哈萨克 杰尔吉斯和这个塔吉克斯坦 那么五个斯坦以外呢 另外阿富汗其实要算起来也算是一个斯坦 那么他也跟我们接壤 但是因为从翻译的角度来说 习惯上把它翻译成阿富汗 那么这是来源于波斯语的一个翻译 习惯成自然了 所以就没把它当作一个斯坦来看 其实呢 从地理分类上来说 他也是个斯坦 那么西部呢 还有一个斯坦跟我们接壤的 就是巴基斯坦 这个是从印度分立出来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印度立国以后 它分裂成东巴 和这个 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孟加拉 那么然后呢 巴基斯坦和印度 那么孟加拉是 巴基斯坦迫于无赖 被迫让他独立出席的 那么巴基斯坦这个国家 它跟我们的交往呢 也比较 比较复杂 它源于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这个 国际社会呢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冲突的时候 选择了站在印度一边 中国介入到印巴之间 其实呢 起到了一个中国历代君王 都比较擅长干的一件事 叫新灭即决 所以呢 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 相当的微妙 从本质上来说 巴基斯坦 唯一在国际上能够依靠的一个国家 就是中国 虽然它同时也在保持着与外部的交往 但是它始终不能忘却 在七十年代的战争中 只有中国站在它这一边 所以呢 这个感情是很难分辨的 巴基斯坦从民众一直到政权 不管任何一个人上台 他都没有放弃过与中国的这种 紧密的关系 那么有关中国人在巴基斯坦的一些丑闻 或者是巴基斯坦公民在中国所获得的一些 不太友好的对待 以及巴基斯坦留学生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丑闻 那么在巴基斯坦本国是尽可能不报道的 唯一扩散出这些有爱中巴关系的这些小道消息 大多数都是由中国商人 在巴基斯坦经商的这些人 通过他们的小报扩散出去 南边呢 与我们接壤的有缅甸 老挝和越南 那么东海我们与日本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争议 那么其中涉及到两个经常被提出来的岛屿 一个是琉球 就是现在我们被 被大家称之为叫冲绳的 另外一个呢 是钓鱼岛 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钓鱼台 那么日方把它称之为叫尖阁列岛 这些争议呢 它不仅仅是领海 或者说领海之下所包含的这些油气 油气田的问题 其实琉球群岛呢 它更涉及到一个历史上的严格 那么这个问题呢 很难 短时间内把它解决掉 在南海出现了一个 涉及到南海岛礁的这么一个争议 我们知道2017年国际社会 通过海牙法院 国际法院出了一个判决 对中国是很不利的 那么南海涉及到呢 六国七方 六国就是说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叫 文兰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 和越南 加上中国正好是六国 为什么说有七方呢 另外一方是中华民国 那么南海的油气田呢 最近几十年 因为现代科学发达了以后 那么海底的油气田被开采了 那么很多国家呢 涉及到争议地区的这些国家 基本上都没有放弃 开采的这个愿望 不具备开采能力的 也去找了一些西方国家 甚至找了俄罗斯 那么 大规模的开采 南海上的油气田 其实开采南海油气田的国家呢 我们印象比较深的啊 就是经常落出新闻来的 其实就是三个国家 一个是越南 越南呢 它的这个石油工业 已经占到国民经济产值的 百分之三十 所以你让他放弃南海岛礁 涉及到这个油气田开采的问题呢 短时间内是不现实 这个交往 这个交往过程中 因为它涉及到经济上的利益 所以两国之间的关系 始终是比较紧张 不太容易缓和 因为没有退伍 对吧 你摧毁他一个国家经济支柱 相当于GDP 百分之三十的这种经济支柱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 那么跟着就是文蓝 文蓝呢 在亚洲比较独特 因为它已经实行了沙利亚法 它完全是一个伊斯兰国家 那么它的石油开采 能够给国民带来的好处 甚至能够到 你考上了外国的院校 都是由国家出钱 来免费的让你去上学 就它的福利已经这么好 那么它现在的油气田 确实是在南海之上 但历史上它并不是以开采海洋石油著名 二战期间它曾经被日军占领过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从1920年开始 它就已经开采石油了 它本身开采的是陆地上的石油 那么陆地上的石油开采量还比较大 在当时还算比较大 那么完了以后呢 它一直保留着石油开采的这么一个行业 最终在陆地资源即将耗尽的时候 它开始开发了海上的油气田 这就涉及了南海争议地区了 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马来西亚 像马来西亚 印度离西亚 这个菲律宾 文兰这几个国家 近30年来 他们与西方的200多个石油公司进行合作 在南海地区的专探 开采已经超过了1000口油井 他们现在的连开采量达到了5000万吨 相当于中国大沁颠峰时期的产量 所以南海问题导致了这个 六国七方的这个交往 包括谈判 都是各个国家很慎重 因为已经得到好处 或者说已经尝过甜头的这些国家 轻易地绝不会放弃 那么东海呢 其实也是有石油开采的问题 只是因为中共一直在退让 所以东海的问题并没有爆发 现在说 钻鱼岛出现争议 或者说 偶尔会提出这个琉球的归属问题 其实都是两国政府之间的一些 摩擦的话题 真正的本质 其实还是海下 这种海洋资源的开采 中方在东海上 没有什么特别的争议 因为 一直底气不是很足 曾经绕过一段时间 但是很快 现在就以中共的退让 结束了 那么我们看看 蒙古 就是北方的这几个接壤的国家 蒙古呢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上来说 在中国人的心中 它都是被割裂出去的 是沙俄时代 延续下来的一个问题 在斯大林时期 因为 苏联的 强势 所以这个地区 被完全地独立出去 近代我们跟他最接近的一次呢 是北洋时期的 徐书珍 徐书珍不仅收复了蒙古 而且 试图把他纳入 中国的版图 他还涉及到一个汤卢两海 中国历史上 与 沙俄 与这个 苏联 签订的任何协议 都没有涉及到这个地区 那么90年代在江泽民的这个 签署之下 这块地区也免费的打包 一阵送给苏俄了 几个斯坦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呢 原来是很平淡的 因为只涉及到一个买卖关系 它卖给我们的都是资源 是吧 油气 就这两个东西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 吵得很热 因为它涉及到一些 争议地区的公民 涉及到两国之间对 少数民族的国籍的这个认同 所以呢 经常出现一些报道 虽然是有一些 炒作 但是呢 目前它行不成主要的 呼声 这几个国家 因为他们有资源可以卖 中国呢 也确实需要 获得他们的资源 因为一带一路 这个海上 一旦被封锁以后 那么陆地上能够直接进入中国的资源 就将非常的宝贵 所以我们看到了中共 尤其是习近平这一届上台以后 他们在重大的这种 国际采购中 根本就没有经过 人大这个橡皮图桑的许可 直接签署了一个 长期的资源的购买协定 无论是从这个购买的连线 还是购买的这个数额上来看 金额上来看 这份长达20年的油气的合约 它远远超过了 对三峡的静态投资 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点 习近平这一届政府签订了 与苏俄的这种油气买卖 它其实是附带了一些条件 它涉及到一些安全上的密约 涉及到了一些 有关国际供运的一些资料 对中国学者的开放程度 从法理上帮助了中共 维持住自己的统治 那么周边的几个国家 其实都没什么谈的 最近一段时间 吵得最热的呢 应该是朝鲜 我们知道这个三胖上台以后 把他姑父杀了 把他哥哥也杀了 在国际社会上 民生确实不咋地 而且前几年就有 要到北京来 参拜这种列列 中共呢一直 不想让他来 觉得好像你民生不太好 是吧 你来了以后呢 可能对我的影响也不太好 今年呢 这个关系解冻了 促使三胖和这个习胖见面的 恰恰是美国现任的总统 因为美国已经发起了 对朝鲜的规模最大 范围最广的一次制裁 而且已经磨刀厚厚的 准备武力解决朝鲜的核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恰恰选择了 让三胖在三个月之内 两次到中国来 甚至前两天听到一个消息 说是北京又开始进行了 高标准的戒业封路 朝鲜大使馆的专车 开进机场 说是有可能又接待了一次 高规模的 朝鲜的特使 这两个国家 在目前世界上都属于 比较少数的这种 专制的体制 都是属于那种 党在国上 人在党上 这么一个体制 他们之间抱团取软 其实是很正常 不用去刻意的 猜疑什么 我们知道没有中国 朝鲜这几十年 根本就撑不下来 但是在朝鲜人的眼里 没有朝鲜 中共也获得不了这个政权 因为林彪席卷天下之前 在东北 他是打不过国军 很少有人去追究 中共进入东北的部队 加上干部 地方管理人员 也就那么十来万 为什么三年之后 能有百万四野的部队 席卷天下 这其中除了苏联 提供的一些武器 装备 其实呢 还有朝鲜的功劳 因为朝鲜在 四五年二战结束的时候 因为美苏 划分了一个 接受日军 投降的 临时的 这么 停火的一个军事分界线 叫三八线 所以呢 四五年 朝鲜半岛 就形成了两个国家 你不管他事后 是不是有战争 但是从那个时候起 北韩就已经独立 成为一个国家了 中国呢 很少有人去探究 一九四五年 成立的北朝鲜 对中共 尤其是四野 在东北站住脚 起到了多大的帮助 也没有任何一个学者 愿意去了解 或者公开 这方面的资料 当然了 我们知道 这方面的资料 在目前的情况下 可能也不太容易公开 所以呢 从三胖的角度上来讲 他一直觉得 中国欠他一个人情 没有我的帮助 没有 朝鲜 那么党政军 一体化的 这种奉献 那么中共不会很快的 获得全国性的政权 所以这两个胖子之间呢 互相 都是有自己的 认知的 它不存在 哪个求哪个的问题 我们知道 国际社会呢 一直 对这个 朝鲜坚持 拥合的这个立场 是比较反感的 朝鲜拥有核武器呢 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它的这个原子弹 以及它氢弹的研制过程 都是非常奇特 历史上我们知道 刚刚开始研制这个原子弹 尤其是氢弹 就能把它小型化 历史上只有一个国家 就是中国 那么朝鲜呢 也是以这个模式 发展了 他们的核武器 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 不用许深究 四个人都能分得清 朝鲜问题呢 最近几年 一直是国际上 比较热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在宣称 他们不仅拥有了原子弹 那么很快 他们也拥有了氢弹 甚至 他们已经拥有了 能够发射到几千公里之外 打到关岛 打到日本驻军 美国在日本的驻军 甚至在研制 怎么样能打到夏威夷 那么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 按照最新的 朝鲜自己的报道 他们最新研制的火箭 竟然能把这个原子弹 或者是氢弹 打到美国本土去 在这种情况下 国际上肯定是要制约的 最近几十年 中国和这个朝鲜之间的关系 经过了很多次反复 那么现在不仅走到了一起 而且呢 光免堂皇的 要恢复两国之间 鲜血凌晨的友谊 至少是目前的宣传是这样 所以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 目前朝鲜问题 是最为人所热衷的 其实像朝鲜这种小国呢 它历史上 从来就没有放弃过 朝鲜这个民族 它一贯的民族性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夜郎自大 其实用来形容棒子是最合适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朝鲜这个民族是最优秀的 或者说它出了很多科学战 但是我们经常能看到 不管是南朝鲜还是北朝鲜 它都会出现一些神话 要不呢 它就把中国历史上 曾经的一些地狱 说成是它的 要不呢 就说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名人 有韩国血统 是吧 有半岛的血统 那么北朝鲜呢 就更异谱了 是吧 他们的这个所谓的金将军 也就是抗联 抗联时期的那个小混 是吧 金日成 说他们拿步枪 把美国飞机打下来 就这种神话 我们已经听过无数遍 所以大多数人呢 都把它当成一个乐子 其实他们自己已经当真了 这种宣教 在中国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 但是也没有这么离谱 是吧 文革时期确实照过神 但是随着这个温多尔汉事件 中国这个造的神呢 已经坍塌了 现在呢 又在造神 所以正好赶上这个 朝鲜的这个世界 我们的眼光 很自然而然的 就聚集上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想看一看 未来 中国是不是也会这样 至于跟其他国家之间的相处 没有什么特别可以说的地方 中国与周边国家相处的过程中 一直有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呢 本来都不大 最近几年呢 越高越大 因为中国人 对中国的看法 是有分歧的 有一部分人觉得 中国呢 它就像一棵枝叶繁茂的一棵大树 即便树根已经烂掉一半 只要我们精心的维护它 它还能活得很滋润 还能焕发出清纯 那么这种思潮 目前在中国 它是占主流的 就它承认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 至少表面上 它是赞成这种观点的 或者说它不赞成这种观点 它也不敢说出 整个社会 它是在这个氛围中 另外一种观点呢 是很自然而然的 把中共的成立 中共对中国的这个统治 从根子上 就否认它的法理性 视为中共 利用哄骗 蒙骗大众的这些手段 夺取了政权 那么你当时说 你要建立一个 民主 公正 没有压迫 人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的 这么一个新中国 那么所以你现在已经背离了这个承诺 既没有公平 甚至连言论自由都已经丧失了 你是一个建立在杀气上的国家 因为你法理上 你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呢 有一些人 包括我在内 对中共 能够在中国继续执政 抱有悲观的 这种看法 那么恰恰中国现在的 现行的这个政权 就习近平这一届政府 它是违背 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我们都知道 大道桑桑 顺之者桑 立之者王 这个世界其实是有规则 你可以遵守 你可以不遵守 那么不遵守呢 你就会犯规 你就会受到守规矩的人的排斥 那么中国在整个国际社会中 向来是不守规矩 尤其是最近两年 说的 做的 都很离谱 那么完了以后 他体现在与周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这些问题 对一些比较强势的 或者说中共有求于他的 中共呢 就会退让一些 甚至是无原则的放弃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来换取一时的政权的平安 你无论是对这个俄罗斯也好 还是对西边的这几个斯坦也好 其实都是这样 经常在石油买卖中 这个天然气的买卖中 人家临时加个价 你就默认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硬不起来 所有的这种临时加价 它背后都是有一些秘密在支撑 它觉得它是在赏赐给你 它给你提供的 是你的生命线 是你国家继续运转的工业血液 你根本就没有抗拒 没有分辨 甚至没有谈判的余地 你就说你要不要吧 那么这些国家 中共目前拿他们是没有任何办法 那么对南方的几个截然的国家 态度就不一样了 中共曾经在缅甸被制裁的 长达20年了 这个时间一直是对缅甸进行扶持的 但是当缅甸解除了国际制裁以后 他们承诺他们走向民主化以后 人家既然选择抱大腿 为什么不抱个粗的呢 所以他就放弃了中国 我们看到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中国元件的 一些政府使用的 一些场馆 在它揭幕的时候 竟然没有中方的代表出席 他已经不需要你 他们很直白 他们不会藏着叶子 甚至不会给你留任何一丁点面子 那么越南没得谈 老挝呢 很微妙 很多人觉得老挝这个国家 与中国的关系是很好的 其实不是 老挝在文化上呢 他是比较依赖泰国 老挝的国民看的电视 基本上都是泰国的电视 他们追的都是泰国的电视剧 经济上也是以泰国为追赶的目标 无条件的去模仿它 那么他们在军事上 在政治上 他们是紧随越南 中越发生交火的十年 也就是中国和老挝断交的十年 老挝的高级警官和高级军官 他的训练 都是在越南完成 只有需要贷款的时候 老挝才会靠近中国 事实就这么残口 放眼周边你看一看 除了巴基斯坦以外 你找不到一个朋友 我看到你 听不懂是在预防 董特地均 你会想着 我不能吃 你会想着